我們從各地找來了很多的料理魔法師 有餐廳老闆 學校老師 我們要利用你我都熟知的食材 變化出一道一道的美味佳肴 希望能打造出不同於以往的美食饗宴 料理是一面鏡子 完整地呈現了廚師的內心與生活背景 料理是一個探索的過程 利用採集 認識土地 探索餐桌上新的可能 我是一位廚師 把一萬次 十萬次 日付一日的料理 用心呈現給每一位品嘗的客人 我是一位歌手 我愛唱歌 愛表演 但我更愛用料理來滿足我愛的人 我是一位藝術家 我也喜歡料理 喜歡運用食材天然的顏色 完成色 香 味 俱全的每一餐 我是一位甜點師 甜點講求規則 料理注重原則 我想要用這份原則 來征服你的胃 雖然我不是專業廚師 沒有高超的料理技巧 也沒有科班底子 但我有顆對料理執著的心 我比賽是為了挑戰自己 激發自己更多可能 我比賽是為了沉淀自己所學 讓自己永不代謝 把每次比賽當成第一次 吸取當地的技術與文化 融入自己的料理中 我不想做跟別人一樣的東西 我的料理絕對值得你來嘗試 不管食材價位的高低 我都可創造它最大的價值 看似簡單的料理越不簡單 要超越經典 需要時間的力量 非常歡迎今天所有的選手們 來參加我們料理注重的海選 今天的海選比賽時間為30分鐘 選手們必須在限時內 利用所有的指定制裁 完成一道料理 比賽時間計時30分鐘 計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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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數30秒 報數30秒 這個人當中只會選出一位 積極的選手 本節目由全聯福利中心贊助播出 泰山首席油品專家 專業實在安心 搶購鍋寶料理之王限定鍋具大展廚藝 HOLA創造料理的動員時刻 全聯二廚禪地之送胸輕艷食材 力挺選手端出美味料理 歡迎 歡迎節目主持人LULU 黃鹿子英 嗨 歡迎全球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全新大型的料理實境選秀比賽 我是主持人LULU 同時也是這家餐廳的外場經理 也是門面擔當的好 我們今天的這個比賽 我們會推出一道一道的好料理 同時我們的賽制 也會一關一關的更嚴格跟更嚴峻 這個節目當中 比賽制更嚴格跟更嚴峻的人 就是我們的首席導師 料理是一種挑戰 也是一種流域的過程 傳達溫暖到各個酒落 料理無遠佛界 相信自己的味蕾與直覺 保持愉快的心比什麼都重要 料理是分享 分享你的故事 分享你的文化 你的愛 讓吃到的人感受到你的心意 這次比賽呢 我也是一個學習的態度 大家對我的印象是比較混淆 我想要在這一次 凸顯一點點我的專業 所以我會比較嚴格一點點 這次的比賽之中 我想評論的方向是創意 了解基本的經典的這些規則 可以把自己的創意力疊在上頭 評分標準會以發展性來看 我已經看到你的鏡頭了 那就算你做得再好 我根本不會選你 希望我可以遇到 讓我的舌頭跟嘴巴很開心的料理 我們現在發現四個位子當中 還少了一個位子 就是代表說 我們今天還有一位飛行導師 這位飛行導師呢 他是一位亞洲的巨星 他也是歌手 也是主持人 也最近推出他的美食 他的面品 歡迎亞洲巨星顏雅倫 希望遇到真的是自己很愛料理 對於料理的那種樸實的熱忱 能夠用他們自己真誠對料理的愛 來感動評審這樣 我的任務就是讓這些不敢 批評他們料理的人交給我 對… 壞人你當 對 壞人我當 然後好吃的樣子讓愛獎來吃 對…這樣子 然後專業的部分交給兩位 好 摔盤子跟罵人就交給我 對… 亞洲巨星其實他不用擔心 他非常厲害 他對東西其實是 食物的東西非常了解 所以我覺得他在評審的部分 我覺得會非常有火花 那盡量吃喔 好 沒問題 有什麼任何需要服務的 都可以按旁邊的服務鈴 好嗎 可以加酒嗎 可以的 太棒了 最好的服務 謝謝顏雅倫 請入座 我們這場賽制呢 很簡單 三換一搶位賽 我們等一下每一組 都是三個人 在這個場上 我們有指定食材 雞 豬 魚 等一下呢 我們限時三十分鐘 要完成這些自己要做的料理 最能代表自己的 有自己的個人性 有自己的故事 並且要很享受在這個舞台上面 等一下呢 待會兒每個人都一票 參賽選手 如果一個人獲得兩票 就保證晉級 但很不幸的 如果沒有兩票 就暫時進入待定區 等一下我們再把他救回來 今天會有二十二位晉級 我原來自己也是比賽出來的 所以我是希望用這些做的菜 來更了解這些參賽者 所以希望他們會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來追他們的夢 謝謝廚生 感謝你 我們現在歡迎第一組的參賽選手 老師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來自光崎高中的歐家瑋老師 我在這邊是教西餐的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嫩煎牛排 然後等一下搭配一個 法式的藍莓獎 那為什麼我會想要來參加這個比賽 是因為我本身是非常害怕 停滯不前的人 希望說透過這個比賽 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樣的選手的料理 還有更多不一樣的菜系 藉由這樣子去學習到更多東西 可以回來學校傳承給我下面的學生 我叫陳守紅 我來自台中 那我現在是在一些餐飲活動 或者是廚藝講師 然後跟師廚 其實料理應該是人跟人之間的分享 你要把你腦袋裡面的味道把它煮出來 我覺得是一個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我叫王真偉 現在在桃園市永平工商擔任餐飲科老師 其實我在學生當中 其實像是一個訓獸師 辣椒呢 就是有紙的地方特別的辣 用刀劍的方式呢 把紙的地方把它取出來 切的時候呢 那個辣椒片一定要把它壓緊 我是希望說藉由不一樣的手法 跟呈現方式呢 讓更多人看到不一樣的重視料理 在這場比賽當中 我會盡全力的去 把握住每一場比賽的機會 也期許自己在料理之王 可以獲得好成績 加油 比賽順利得第一 加油加油加油 我們來歡迎第一組的三位參賽選手 入場 我們的歐家瑋王真偉還有陳守弘 歡迎三位老師 各自就定位置啦 第一組他們的指定食材就是魚 如果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計時開始囉 各就各位 計時開始 先 我要做一道炸味噌湯 炸味噌湯 味噌 真的是有點嚇一跳 因為我是日本人嘛 然後從小就真的是喝味噌湯長大的 所以真的是滿有勇氣的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日本料理 然後呢 日本料理它裡面一定會有一個東西 叫做味噌湯 因為我有一天去夜市 就突然看到一個攤販 那也有炸鮮奶 這道菜裡面的所有的成分跟材料 都是味噌湯裡面會有的東西 只是我把它改變不一樣的型態 到目前為止愛獎看得出來 他要看不出來 要搞什麼東西對不對 他把中間挑起來了 對,我等一下要把... 等一下我會打一個慕斯 魚肉的慕斯 然後再把它填進去 好可愛哦 豆腐可以這樣挖哦 我看到他手真的一直在抖 對 你的料理好像有兩個要進行哦 我想說一個用台式的塔香 然後來做一個台灣的口味 另外一個是做比較日式的燥燒 但是就是用西式的擺盤來呈現 所以我今天的料理應該會有四種風格 一個是台式風格 然後日式風格 西式的擺盤 然後再加上動漫的風格 繼續煮燥 繼續煮燥 對不起 對,動漫是什麼風格 從小就是愛看綜華一番 裡面就是有一集就是麵肥麵那一集 我覺得說如果今天我用這種方式做呈現的話 一定會跟所有參賽選手們都不一樣 那塔香魚麵呢 我是用那個台南的魚麵的傳統的方式下去製作 那就是用九層塔的香來提香這樣子 那吃起來會有點像國燒義麵的感覺 另外一個是日式的照燒鮭魚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鮭魚 我的習慣是我喜歡稍微 裡頭是稍微有一點半熟的這種 半熟的 所以到時候很期待是看做法是做出來是怎麼樣 OK 我個人有他們自己的這種喜好 對 看這位 他想展現得出來是哪一種味道 嗨,你好 嗨 我來吃 你要做什麼料理啊 它算是蜂蜜的那一種蜂蜜鮭魚 但是我再加一點那個 東南亞的元素進去 讓它有點酸酸辣辣的 鮭魚最重要除了它的皮之外 就是它的油脂香氣 還有怎麼讓那個腥味 別有那麼出來 對,然後所以它的配置上面 其實醬汁跟搭配上面 其實非常重要 其實他們傳統的就是用Honey 檸檬 然後下去煮煮鮭魚而已 那我會再加上一點 辛辣叉醬跟咖哩粉跟紅椒粉 再做它一個香料上面的層次 那最後面再放入一些甜蘿樂 去增加它的香氣 他在放東西進去了 我塞這個 裡面是打了絲木魚 絲木魚醬 對,然後我加了一點點的干貝 你砂巴魚的魚翅 是從昨天開始挑是不是 沒有,其實全聯它本身就有賣 就有做這個 全聯本身就有賣了 等一下我會裹上麵粉 蛋液啊,麵包粉 然後最後再採魚片 對,就有點像幫它洗山溫暖的感覺 剛剛挖的那個豆腐去哪裡了 先...我把它有打一點在那個魚肉裡面 魚肉皮上 對 時間悄悄的就過了十分鐘囉 對 參賽者1號跟2號 他們好像做得是比較複雜的 對 參賽者3號 就是也許是沒有那麼多步驟的 或是不是那麼複雜 所以他們也許冒險 也許有好的這種背包 對,講到中間 但是誰到時候看 對 因為我比較擔心的是2號的鮭魚 而且他剛剛說他要台式 西式,中式 然後還有動漫式走在裡面 所以他其實非常複雜 這邊會出兩道 1、2號很忙耶 放眼望去 然後左邊很從容不破 你看,他現在還可以泡個面眼 希望1號、2號 有想清楚三十分鐘之內 他們到底能不能處理這個料理 對 他現在在裹那個麵皮了 對 就是先沾麵粉、蛋液 然後麵包粉 對 做一個... 等一下會去油炸 對 因為... 畢竟是魚為主題 因為炸的東西 會吃不到魚的那個位置 而且他又把它打碎 對 反而我滿欣賞第三個 他的手法 他非常的穩 三號老師 現在會有點嗆喔 有點嗆喔 對啊 我覺得你現在 所作所語都很嗆 因為他動作真的太從容了 對啊 我滿欣賞他的 真的很嗆耶 你那什麼 四拉叉辣椒醬 四拉叉辣椒 四拉叉辣椒 對啊 四拉叉辣椒的醬 真的很嗆耶 有一點甜味 但是也有一種香 對 而且他的那種厚味會比較強一點 那我的辣醬 主要是讓辣椒去發酵 帶出他的另外一種的那種鮮味 他不鹹但是他就是會幫食物跟料理去做加分 他選擇這個辣醬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他的辣味跟味道不會搶掉 嗆掉 愛晨你有吃過炸過的柴魚嗎 最多是大阪燒上面就是會跳舞的那個 對 很像很像就是這樣 所以你沒吃過一定是有原因的吧 所以我到時候 對 我大概大概160左右下去 然後起鍋的時候大概到180左右 這就是會讓他比較不吃油的一個關鍵 對 但是我覺得炸的也滿有意思的 因為他用的魚不是那種比較有油脂的嗎 所以豆腐又是比較不油的東西 然後這個魚所以炸的也許有它的 對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裡面的魚跟外面的采魚不會打架嗎 味道在我們嘴巴裡面 嘴巴咪打架 對不起 對 這邊好像已經完成了百分之 你有85了吧 有85了 好 85 這邊看起來已經98了 這個是 培根 下培根 對 已經是最後了對不對 那我要做果汁 我要先用培根去把它炒出它的油脂 然後金黃色以後再跟藝人 還有芥蘭菜一起下去 你真的很衝容符破耶 然後下面這邊再打一些 這個你是醬汁嗎 對,醬汁 是用蔥 蔥跟一點點蒜頭去做的一個 蔥油 對 蔥油,等一下 你的臉沾到麵粉了 謝謝 你故意的哦 沒有啦,真的啦 現在單身嘛,對不對 真的 我們是料理節目啊 不是你在料理他啊 沒有啦 我在幫... 幫尊重一點哦 我在幫選手 我會沒影響到他 不是,還是其實我站這邊你會... 不會不會 分心嗎 不會不會OK的 真的可以嗎 可以 他好... 他好專心哦 你是不是嫉妒了 沒有 發現了 你剛剛用餘光去看我 沒有沒有 他很真心的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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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分盤 他在分盤了 他已經要好了 第三位現在終於開始在裝忙了 開始在吵耶 老師 目前好像都很可以哦 可以 可以 哪裡可以吃得到你的私廚啊 你家廚房啊 我家廚房 可以直接找你來 我是都去人家家裡面煮的 沒有什麼限制 好香哦 他已經在taste他的那個garnish的味道 對,因為我garnish 我沒有把它用很重的味道 我帶一點奶油香氣 跟芥蘭本身的苦味 去搭配酸甜 酸辣的那種辣醬跟鮭魚的鮮味 他的看起來好像最簡單 但是他用的鮭魚要注意看 他用的是最完整的鮭魚 對 他沒有變形 然後我現在放的這個是魚來菇 那我在味噌湯 他的角色是那種海帶的概念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干貝 對 最後倒數60秒 現在在幹嘛 他要把它的湯注射在那個 他剛剛炸好的裡面 我裡面會灌入一些味噌湯 所以當你在吃的時候 我會感受到裡面是非常多汁的 開始注射了 來,注蝦 來,注蝦 這個 很特別耶 你們連因為剛炸出來 然後裡面可能會有一點點 一點點水分 最後30秒 倒數10秒 9 9 8 7 6 5 4 3 2 1 請倒數試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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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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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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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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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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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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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屑屑的這種感覺 然後搭上這個是算滿甜的 所以我在這邊好像缺了一點酸度 好 我們不要讓第三道菜 等太久的時間我們來享用一下第三道菜 這道菜的話是醬燒鮭魚 那上面的部分會比較重 那我們有過多的調味 鹹度來自於培根 那有一點淡淡的苦味來自於芥蘭菜 然後去做一個上下的一個平衡 你搭配這些食材在店的底下 是很有技巧的 因為薏仁米就是有他自己的口感 所以吃的時候有一點 薏仁本身的味道是很mild 所以搭上bacon是很make sense 在這三道裡面你的醬子是有觸動到我的 那只是可惜我覺得 薏仁好像沒有熟喔 對 Fred拿到的魚排沒有熟 沒有熟 對 我在這邊有一點食物 然後跟最後面魚溫 沒有算到那麼清楚 如果說我在前面再煮個30秒 那魚溫進去到中心的話 其實應該是OK的 有一點食物 下面都可以吃到 有一點食物 快點覺得很有嚴重 因為我們都要賣到 那邊都會有一個食物 有一點食物 一直在變得很低 也會不會有一個食物 最後我們是指出 過他煮的料理 但他的動態應該是 練習了滿久的 你什麼時候會做菜啊 我其實就是把做菜當興趣啊 我真的覺得會做菜的男生 真的 帥啊 真的是加分這樣 真的會加分 請問一下Jason老師 你心中有答案了嗎 我選擇 1號 謝謝 謝謝老師 請問一下雅倫 你的選擇是 我給3號 3號 恭喜獲得1票 愛將 嗨 請問你的選擇是 我也是3號 3號 恭喜 獲得2票已經順利確定晉級 接下來還有最後1票 Fred 你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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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選3號 恭喜3號選手 可以來這邊領紅的圍裙 恭喜你 恭喜你 在過程當中 其實看起來很 從容 但是其實 有點小緊張嘛 不過 晉級 還是謝謝 對啊 可能今天來講 因為我想要把它燒到入味 所以就是沒有去掌控好 魚肉本身的那個熟成度 然後連魚麵今天也是吃得怎麼 怎麼連一個Q彈的味道都沒有 想說今天怎麼可以 沒有那麼的順遂這樣子 馬上來看一下 第二組的參賽選手 嗨 大家好 我是安妮 我叫嚴明浩 我是梁怡禎 我是一個歌手 在讀書的時候我就是 學習餐飲館理課 所以其實我是很喜歡煮東西的 可能會變成一個非常厲害 除了唱歌之外的料理 達人 我跟料理算蠻有緣的 開氣的時候 接演了跟料理相關的角色 然後一直到現在 我開了一個頻道 叫浩在你家 主軸也是圍繞在料理上面 其實料理這件事情 是非常有樂趣的一件事 因為我家裡沒有人會煮菜 所以我傳一下 一些煮菜就給我妹妹吃 我覺得人家喜歡吃我的料理 不是因為很厲害 是因為很有感覺 不知道我可以走到什麼程度 但是我想要享受這個料理的舞台 請你們為我加油 想不到他們也會做菜 歡迎選手們請出場 一針 安妮還有 爺明浩 倒數三十分鐘計時開始 這一道叫做爺之玉香機 而且這一次我特別挑戰的是 帶骨的雲林切塊土雞 但是我有很私足的信心 因為我在家裡已經 實驗了非常非常多次 所以我希望 可以讓評審吃到這一道菜的時候 可以讓我順利的晉級 雞其實比較不容易 因為這個要先把它煮熟 就是一個大難關 其實那個熟度的掌握 我覺得要非常的小心 然後我現在的芋頭呢 是切滾刀塊 食材的這些角度啊 會呈現比較不規則 所以等一下煮的時候 它沾附的那個醬汁 會比較容易吸 今天我會做 羊骨鮮奶雞腿馬鈴薯泥 因為我們俄羅斯很喜歡吃馬鈴薯 所以我覺得每道料理 一定要做馬鈴薯 就像跟台灣人吃白飯一樣的意思 這個 其實蘑菇是用這個刀子沒有錯嗎 沒有規定 對,順手就好 好大一把 而且它的刀子上面還有安妮的名字 對,我這邊有寫我的名字 安妮 好可愛哦 那你這邊的水你想要弄什麼的 這個是馬鈴薯 因為俄羅斯人一定要吃馬鈴薯泥 對不對 對 一定要的 我今天煮我的特色馬鈴薯泥 就是我從小時候吃的馬鈴薯泥 脆皮蔥油雞 因為我就是秉持著一個 平易近人的一個態度 從頭皮到尾 那蔥油雞這個料理呢 其實很簡單 食材就蔥跟雞 沒了,而且煮起來非常好吃 完全沒有失敗率 你什麼時候會做菜啊 我其實就是把做菜當興趣啊 因為我今天做的是蔥油雞 步驟上面也是相對來說比較簡單 來了 我真的覺得會做菜男生真的 真的是加分 對不對 愛講 真的會加分 小心馬鈴薯要鋪了 馬鈴薯會太久哦 不會 要鋪了 你們馬鈴薯真的不要跟我說 馬鈴薯是... 你們不要跟我說哦 馬鈴薯是我們真的俄羅斯專業的 我這個馬鈴薯買的它比較硬是真的 哦 OK OK 它現在那... 我昨天已經有煮過的 它真的有一點硬 有硬哦 雖然花你時間對不對 你的火那個滿大的耶 這個皮可以耶 可以耶 漂亮 好,接下來我要來下那個酒了 好,因為其實我今天準備的雞的量 有比較多 所以如果在家裡可以的話 我覺得盡量讓它爆出 有那個鍋氣的感覺 我覺得 看起來是好吃的 它會不會熟 我只怕芋頭 可是它芋頭用炸的 它可以 油的導熱性會好一點 傳導力比較高 所以它比較會熟 它滿聰明的 它是會煮的 現在開始來爆炒 爆炒一下 對 你也是一個平常在家 沒事就會煮飯的人 會,我有時候 但是我常常都是生夜在煮東西 然後我剛剛呢 已經把我的厚切培根 還有蔥 然後剛剛已經爆香了那個紅蔥頭 是 今天的骨頭是有帶骨的嘛 所以比較厚的地方 可能就稍微 沿著骨頭的地方 可以稍微切個兩刀 讓它比較容易等一下 比較容易熟 那我現在就稍微翻炒一下 我就要來下我的醬汁 等一下呢 你會覺得說 椰香芋頭雞是很溫柔的菜 但 因為加了這個培根 你會感覺到 這道菜的野性在裡面 然後我現在下的是椰糖 椰糖 對,然後再加上一些白胡椒粉 然後提香 然後椰奶的話 我是先加一半 因為其實椰奶不耐煮 可是我想要有一些椰奶的味道 可以吃進去芋頭跟食材裡面 接下來這個是我剛剛的炸芋頭 OK 然後我覺得這個時候 要把它放進來 一起蹲煮了 已經過了15分鐘囉 好,我們請 Jason先生幫我們看一下 他現在已經下了芋頭了 OK,我的問題是 你認為這個可以煮熟嗎 15分鐘 可以 我在家裡嘗試的時候 但是因為 每一次的土雞腿 它切塊的大小 其實不一定一樣 所以剛剛有一個Tip 就是如果太厚的地方 我會 我剛剛有用刀 先稍微去把它給刺一些 就改刀 讓它比較容易熟 我滿期待的 因為你是用有骨頭的 然後有皮的 所以裡頭的膠質的這些 到時候你足夠時間可以化出來 然後會增加這個Sauce 所以我覺得這個想法是 我可以了解的 謝謝 我希望它等一下會有很好的味道 它有點硬,快好了吧 我覺得很特別就是 馬鈴薯是什麼時候 收產的時候 裡頭的濕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煮的時間 它就是有點太硬 對 所以而且 馬鈴薯 你要撈出來的時候 到時候也要亮一下 把水蒸氣吹發掉 這樣子會比較滑 亮一下 對,等於是讓它燙 蒸一下 所以把裡頭的水分 那是什麼葉子 貝林 貝林 對,它這樣會比較像 我會就是小心一點 你這個機是要煮得多熟 煮得多爛 因為你起先已經時間過了 然後到時候說yes OK 我就讓你得好好的把握這邊 你這個是 已經起來了 對啊 有不熟的 因為你是很簡單的熟度 是相當是重要 OKOK 所以你剩下來的時間 你好好的參考一下 我剛剛這一刀切下去 其實已經發現了 OK 好,再丟回去 我們來這邊不是來吃 你還有八分鐘 你還有八分鐘 好,那我覺得我們先不要 先不要什麼 聊天 好啊 對,在一起 你這個是空的 你的還在裡面對不對 對,我在烤 現在在烤 來得及嗎 好像有點來不及 10秒 8 7 6 口感都是油味 5 4 4 沒有獨特的味道 3 跟我想的一樣 其實很乾 2 魚刺 這種西方式的做法 一定是不能有刺在裡面 1 所以曾用很微笑的態度 然後講出一些很可怕的話 我們來這邊 我們比想吃生的雞 不是來吃生的雞 像如果我做的話 我會只煎皮 我皮會煎到很脆 所以再翻面 因為他們皮一翻面之後 肉汁其實會產生 產生之後 油裡面就會產生水 那你的脆度就會降低 他現在切 你們有沒有看到他的砧板 全部都是肉汁 肉汁 所以他等下你吃的時候 我們又很晚吃 所以他會很乾 其實看三位參賽者 都有一點 緊張 有一點小問題 對 而且今天很大的挑戰是 就是真的 今天的雞塊是比較大 安妮跟她來說 其實安妮也是用 燉煮 半燉煮的方式 那她是沒有骨頭的 所以她的問題就會在於說 她會纖維化 那1號的話她有骨頭 所以她如果煮得好的話 其他的口感會比較好一點 好 變好吃 對 變好吃 一針的話我原本其實最擔心的 就是她的芋頭的部分 對 我剛剛聽到她講解完 然後看到她的做法 她是先用油去炸過它 所以她讓她的滲透 可以比較完全一點 增加...快速她的手畫 再來是她奶先加了 鹽奶不但耐煮 會... 它會反酸 然後她又加了醬油 其實醬油加奶奶 就是酸度會產生 所以我會怕她煮得太久 還有三分鐘 還有三分鐘的同時 鹽先生已經站著不動了 請問你現在是在拽什麼 沒有 已經分盤甚至都分好了 對,我剛剛還特別把那個 導師幫我說那個肌肉 有點半身不熟的地方 你都都好 你確定都都好了嗎 對 確定 應該啦 蔣,你有期待她的料理嗎 沒有,我就是... 沒有,不是 就是... 沒有,一聽就是雞肉的料理 然後只有三十分鐘的時間 我還滿擔心 就是時間應該是不夠 因為就是真的雞肉很難熟 如果是在家 就是著急煮飯的時候 我不可能用雞肉來煮東西 而且不熟的話也沒辦法吃嘛 對啊 所以就是我真的現在有點驚訝 通常我們也比較少 就是還沒有拿到試吃桌前 已經收到那麼多負品 對,我也是代表那些 如果你一開始做料理 收到一些指教的話 不要氣餒,好不好 不要氣餒 還有二十五秒 要開始擺盤了 擺盤速度要帶起來哦 四、三、二、一 請離手 三位的雞的料理已經都完成了 我們現在是試吃時間 其實椰香芋頭街它是有一點南洋風 然後裡面比較特別的是我加了就是 蜜製的醬油 然後你們感覺到那個濃稠感 其實就是最後那個芋頭 它要煮要融化不融化那種感覺 就會有一種芡汁的那種 你知道那種芋頭的濃濃的那個香 會沾附在肌肉上面 我覺得味道上面是非常好的 謝謝 但是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奶的部分 可能會有一點點酸 有一點點 但是沒有到很嚴重 應該是時間不太夠 OK 對,關係 好 雞肉的部分我覺得剛剛好 所以它的彈性跟它的Q度 還有味道都是OK的 我滿喜歡這道菜的 謝謝 我覺得是 因為我本身非常喜歡芋頭 然後剛好是那個芋頭 是有點融化的感覺 就是旁邊 對,所以就是 我也是非常喜歡這個菜 很好吃 謝謝 好,我們來向第二道菜 來吧 Creamy Mushroom Chicken 那個馬鈴薯 你喜歡吃就是一個醬 然後如果你們覺得吃得有點膩 你們可以旁邊吃這個 酸酸的小黃瓜 因為我們在羅斯很喜歡吃酸酸的東西 你這個表情是怎麼樣 真的 讓我想起來去到俄勒斯公開賽的餐廳 真的喔 對,所以真的是笑出來了 這個有在食堂吃過這個味道 哇 這是我今天看到愛講最大的反應耶 謝謝你做這道菜 我覺得香菇搭肉 這是很經典的一個配的 And Dill的食螺 是在裡頭跟那個奶香的起司很配 我有個問題就是 沒有啦,我剛剛說 這個馬鈴薯你比較酸酸 不是就是 了解 但是我看到你做的過程時候 你是用一個 對嗎 通常是 做 不可以用 為什麼呢 就用這樣 因為會把裡頭的這個 脂肪變成 這個脂肪變成像 醬糊一樣 馬鈴薯泥應該是要更 滑一點 而不是這麼黏的 因為如果你說用肌肉去蘸它 好像又是分開的東西 對 謝謝老師 沒事 沒事 你還沒有輸 安妮我告訴你 你還沒有輸 因為你還有一個左邊的同學 他很早就做好 而且他第三個才吃 現在應該量到不得了 我在後面頂著呢 我們來吃3號 顏恩同學的作品 請 鶴蠣雞群 蔥油雞 這個 但是不要吃 我要用一個更整的 我也想吃 露露 我們是一人植物 你要配合好不好 真的是偏柴耶 因為我今天的雞腿 只有土雞腿 就是口感比較硬的 平硬 那就是可以給 一種不一樣的口感 就是 在嘗什麼 這道菜就是 不建議一些牙口不好的 老先生老太太吃 會有危險 很抱歉我有個問題 我是能欣賞這個 這道的香氣 然後它的 好像雞皮烤的是 nice and脆脆的 但是 我有一點問題 不能品嘗 我覺得它對 味蕾的 敏感度非常夠 而且它的配合非常好 我會跟Fred 有一點disagree disagree 不同意 也許有很多想法 這是好的 但是我認為 一半的這些元素 是不需要的 在30分鐘內 坐在一個不同層次 差別很多 是非常難的 所以Fred 我會覺得 不可以 對 請問一下 你是 紙巾拍完以後 後來去切蔥 你有去洗手嗎 紙巾拍完 啊 嗯 沒有 的確是我完完全全忽略的一部分 因為我其實知道要 伸手指要分砧板 可是我完全忘記 我一開始的手 是有碰到生的肌肉 然後又來切蔥 哦 所以我有說過我 不是來這邊吃生的東西 OK 所以我 我能了解你的想法 但是對不起 我不能品嘗這顆 謝謝 不好意思 沒關係 我吃了 那跟我想的一樣 就是很乾 那因為就像我講的 你剛剛一開始 就把它切斷了 所以 土雞有它的好處 但是你要碰到的好 其實食材上面不要怪食材 你要了解食材 對 才能去用最正確的方式處理 好 謝謝老師 我們這一輪呢 我們先請雅倫給出你的選擇 我們這一輪呢 我們先請雅倫給出你的選擇 獲得五票 接下來我們請艾翔 給我們的選擇 有 我也是四號 恭喜一貞 獲得兩票已經確定晉級 好 Fred 請問你的選擇是 我選五號 五號 有 有 好 最後我們請Jason 告訴我你們的選擇 五號 恭喜安妮 也恭喜一隻 每個人都獲得了兩票 好開心 有沒有看到這個衣服 就是表示我入圍了 然後 就突然覺得 我好像從歌手這個身分 轉變為一個很專業的料理人 然後在台上 然後就想到當時學習 上課的那個熱情 好像又轉出來 你們前面的都是給我的對手的 突然聽到了 給五號的 我就很謝謝他 耶 我拿到了七十一 我過關了 好開心喔 好 那不負眾望的是 嚴明浩 謝謝 嚴明浩先回去啦 謝謝 沒有 因為我們也透過這個節目 我們也就是教學相掌嘛 當然 抱著一個學習的心態 對 一起慢慢學 那但是你的頻道 還會繼續做菜沒有錯吧 後來可能可能會做一些 對 改主題 一些主題沒有了 我還是繼續支持你喔 謝謝明浩 謝謝LuLu 謝謝料理之王 謝謝老師 謝謝 雖然現在心情有點受挫 不過 我還是會繼續喜歡料理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 料理之路就像是 偉大的航道一樣 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 還有很大的一段路要走 因為我了解 料理的那種成就感 所以我還是會繼續 學習 大家好 我叫周浩瑄 目前是在台中的餐廳工作 我的個性跟我的料理方式 會比較直接 不會那麼多的玩玩木腳 我是郭統偉 我是多名家跟台灣混血 我想要給大家看 多名家的料理有什麼不同 我名字叫尤欣淵 我來自宜蘭 不管對到誰我都會全力以赴 我很期待下一個對手是你 好 來自宜蘭 你還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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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嫩肩糖醋豬梅花 對 你才二十五歲耶 對 你畢業就在做廚師了嗎 我之前其實還沒畢業 我就開始有在打工這樣 那你今天心情是不是很好 今天沒有沒有 我心情OK OK 他感覺悶悶不樂耶 他是專心啊 專心 對 對 緊張 緊張 盧盧你知道他是號稱 廚師界的高爾瑄嗎 我有看到 但我想說 我就沒有講 真的是 這個是你自己的稱號是不是 可能臉遠一點現在不像 等我瘦一點就像了 對以前像 但是Lulu 我是對有一點肌肉的這種 廚師比較有信心 太瘦了我沒有信心 真的喔 對啊 總是要喜歡吃東西 都要品嘗啊 要喜歡要品嘗 你這前置在做的歌是什麼 醬料嗎 這個的話我是打蔥薑蒜 然後待會是要去醃 那個我的豬梅花 對 讓它做一個 初步的軟化 對 軟化它 對 醃個十分鐘左右 OK 因為我覺得梅花的油脂 跟它的筋模式會 讓它口感會比較好 不會這麼的 感像是如果用朱鯉雞的話 可能做完之後如果 三十分鐘我覺得可能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做的 考慮到時間 成本 所以就選擇這道料理 對 中間的這位朋友 欣淵 欣淵你的桌上的東西 是 也是滿多的耶 這個還有這個五穀 古類 對啊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 這個 蘿勒葉 我要做 義式炭烤 珠梅花 喔 OK 你平常是比較擅長 義式料理嗎 對啊 我喜歡那種義大利的感覺 就是 慵懶啊 旅類旅類的這樣 喜歡沸沸的這樣 義式有旅類旅類嗎 你這個刀 這個刀 我在做 就是裹在豬排上面的 一個類似像配死人的一種醬 這個也是前製作醬料 是 這個是要用來什麼的 我要蜜蘋果的 對 要解膩豬排的 做焦糖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嗎 火候 還有它持續深溫的速度 非常的快 對 所以你要注意到 你不可以讓它的顏色 已經到焦糖化了 你要有一點點淡淡的下去 OK 太顏色太深就變成非常苦 然後越溫度越高 它的甜度會降得越低 這是很好的方法可以用糖 把它稍微轉化變成不同的食材 用吧 元素 所以很期待這個到時候是怎麼樣 我來反這位多明尼家的朋友 嗨 你是混血喔 對啊 對啊 所以你今天是跟多明尼家相關的料理嗎 對 沒錯 那是這個叫什麼名字 這個叫做 鄉村豬肉鬆餅 鄉村豬肉鬆餅 對 多明尼家料理有什麼不一樣的特色嗎 就是料理都是蔬菜比較多 哦 適合 所以你看現在那個料理 這個蔬菜擺出耶 顏色就很澎湃 所以這個是一個甜點嗎 它其實就是 我把它當成一個早午餐來做 所以它會鋪在基底對不對 對 沒錯 然後你上面再把它弄上去 對 洋蔥 洋蔥跟馬鈴薯 等一下我會炒這個豬肉 我會另外炒 為什麼你從小想學料理 可能是撞榴槤吧 撞榴槤 對 撞榴槤 你真的是辣魚耶 你要小心 焦糖弄太久就苦囉 就真的沒辦法回甘囉 好 要注意哦 好 謝謝這位哥哥 哦 你的這個已經好了 你豬已經起來了 對 我先把它表面煎香 那待會兒我用奶油去淋它 讓它表面再更脆更香一點 好 我們現在大概剩十三分鐘 有人用到炒香了 儲弗,你來上我們... 不讓你幫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好啊,沒問題 因為現在剩十三分鐘 現在很激烈 應該算是要在最後 很重要的時間了 好 所以你剛剛豬肉弄到一半 然後現在去烤 對,那我就是讓它 我用溫度去熟透裡面 鍋子煎的話 直接煎的話會比較乾一點 所以... 你光是看它現在這樣子 有沒有什麼 最後十分鐘要趕快 QQ的用用的東西 怕它的最後的處理 會是用刀切分盤 那肉汁就會流失 它沒有讓它去休息 因為蛋白質其實非常怕熱的 你如果要軟化蛋白質的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低溫 所以我們常常有時候 大家都知道是 Souffie Souffie其實就是 低溫軟化蛋白質的一個方式 它也去用烤箱 那我們先看看它原本這邊 需要弄什麼東西好了 它這邊的... 蘋果已經弄起來了 好,它這邊還有這邊的南瓜 南瓜 你要做成泥是不是 是... 因為我滿喜歡南瓜配豬肉 這樣子的組合 南瓜的話 其實纖維感很粗 對啊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讓它的糖跟它的汁 跟它的纖維可以融合起來 其實溫度非常重要 又是溫度 它的焦糖處理得還不錯 OK 對 多米尼加的同學 多米尼加的感覺已經出來了 多米尼加其實除了蔬菜使用之外 它的香料也很重要對不對 對... 今天有加... 那你的香料是用什麼 蒜頭的香料 自己做的嗎 當然是跟媽媽投一點 對... 今天有媽媽的加持 對... 還有酪梨耶 酪梨就是... 因為拉丁每時候很喜歡 酪梨配主食吃 然後配肉吃就很大 它的料理相對簡單 但是我比較擔心的是它的Waffle機 因為我剛剛看它的Waffle的顏色 還不夠 對... 對 而且其實Waffle 大家要外面是脆的 所以它一開始的溫度要很夠 對啊... 如果它的脆度不夠的話 它變成會... 濕濕的 全部熟化會濕濕的 對... 這邊好像也差不多了喔 它的部分啊 其實在配菜的部分 它的複雜度非常的高 它在每個配菜 它都有顧慮到說它的調味 對 然後跟它的風味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它... 我滿期待它的料理的 說實話 剩六分鐘喔 小哥哥 右邊 你這個是空的耶 你還在裡面對不對 沒有...我在烤 現在在烤 來得及嗎 你當我算好時間了喔 什麼 好真心喔 怎麼... 它現在在烤 是不是也沒有什麼可以忙的 對 可是它的醬汁應該要 看它收的程度 我待會再熱一點點 因為它目前還... 還差一點點 但是我怕我待會 在開火的時候會... 太稠 所以我先... 暫時讓它在這個階段 八角 梅子 我想要用酸 去中和豬肉的油脂 所以我用梅子 然後蘋果汁 跟一些中式的香料 像八角丁香 然後月桂月 去熬這個醬汁 它的味道其實跟... 其實很多人在做... 做豬排的時候會用到八角 是 對 注意一下時間囉 最後五分鐘定生食囉 我們來關心一下它的Pancake 下感覺可以了對不對 還差... 還沒有 還差一點 但是你上面的料都好了 對 就差最後了 沒錯 走來走去 LuLu,我會覺得 看到他們那麼忙 我會很開心 因為他們只有三十分鐘嘛 對 他們是怎麼樣簡化 比較複雜的這種步驟 可以三十分鐘之內 做完成的一個成品 所以我也有考慮到這個 好 兩分二十秒 要開始擺盤囉 對,速度要小心哦 要帶起來哦 對,速度要小心哦 高尾軒你還沒切 對,目前熟度有點不夠 那我就稍微再... 做一下加熱 兩分钟 好,好 五十秒 好緊張哦 最後三十秒 考驗的就是大家的穩定度 去摩托 十秒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你應該就是傳說中的 秘魯太太吧 沒錯,我就是 你手技也很強耶 你看這樣 我都在打小孩 沒有 好,我也 沒有,我都在愛小孩 愛小孩哦 那你是哪裡的太太 蛤 我 我從來沒有談過戀愛 NO 這個情緒先以後不要入菜哦 是嗎 三位完成了各自的料理 辛苦啦 馬上就要來吃囉 做嫩煎糖醋豬梅花 我希望用糖醋 來去減緩豬肉袋的油 有油膩感 最後你十分鐘豬還沒有熟 那時候你心情會不會覺得 要超賽了 對,我褲子有點... 他擔心的沒錯 就是有不熟的 但是我有興奮到一塊小的 是有熟的 我喜歡你處理那個豬肉的嫩度 跟它的味道 你的醬有點偏甜 你太異化的時候 其實你吃起來 甜度跟味道會太強烈 對 我會跟Fred有一點disagree 因為我... disagree disagree,不同意 我認為你配了這個醃漬的蘿蔔 搭配這個甜度是相當好 而且它的口感、脆度 搭配上這個麵包屑的 給你兩個很乾淨的這種 不同的crunchy的口感 這些元素裡頭都是很搭配的 哦,太好了 這是他的心情 我也很喜歡 我覺得很好吃 我選黑毛豬 裡面我選義式跟中式 然後融為一起 想要呈現這道料理 宜蘭的驕傲 好吃 有,我覺得它對味蕾的 敏感度非常夠 而且它的配合非常好 譬如說麻辣跟辣 其實要用甜來中和 熟度非常好 嗯,中間帶一點點的粉紅色 愛講,對嗎 就是因為是有辣 然後我也非常喜歡吃辣 然後跟豬肉是很much 很清爽又好吃 你也許有很多想法 這是好的 但是智慧是要知道 要幾樣元素放在盤子上 我認為你也許一半的 這些元素是不需要的 是 好,我們現在給吃第三道 這個叫做 鄉村豬肉鬆餅 我想要讓大家知道我的國家 就是我媽的國家 會吃的東西 我吃的就是一種很溫和的感覺 對我自己的私人的胃口來講 我覺得沒有一個特別的獨特的味道 這個會讓我有一點 呃,悲哀 哦,比較平衡 因為他的個性看起來好像很平衡 我會怕吃完這三道 這一道我會忘記 你知道嗎 這是我的意思的時候 他已經都沒有了 我會忘記 我不會忘記 噢,不要我 都可以忘記 是 你 哀 ? 你 ? 你 幸運 說 我 說 三位都有各自的風格 然後也吃出他們的個性 請問一下 愛獎三個豬肉料理 你的選擇是 我選擇八號選手 八號選手 恭喜獲得一票 雅倫 請問一下你的選擇是 八號 八號選手 恭喜獲得兩票 Jason,你的意見呢 我選的是七號 七號 恭喜獲得一票 最後問一下 儲佛你的選擇是 我也選八號 八號獲得三票 恭喜 好,這個階段 我們恭喜八號選手 順利晉級 恭喜 耶,我晉級了 好像還豐厚的感覺 很平淡 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就這樣晉級了 有點不真實這種感覺 其實老實說 還是會有一點失望吧 失望可能不是老師沒有選我 而是自己沒有把東西做好 做到想要的狀態 我覺得是我在分切的時候 切得太厚了 因為我希望它的能保有的水分多一些 可能30分鐘真的是 不夠讓它去加熱到內部的溫度 現在心情非常的不好 因為我的鬆餅機斷電 就是實在鬆餅啊 因為我要的東西 我弄不出來就不爽 第一場嘛 就先做一些簡單的料理 沒有想到 一個簡單的料理就死了 我來比賽不是說 我為了要得名 我只是來挑戰自己看看 有沒有到那個能力 你好 大家好 我是Tina 你好 我是Tina 我是從泰國長大的台灣人 在台灣念書的時候 遇到我老公 他是秘魯的喬生 在我的生長過程中 我都在東南亞還有南美洲 我很喜歡那邊的料 充滿了辣 酸 滿甜 很有熱情的味道 想要藉由這個機會 可以把秘魯的一些 很棒的料理推廣到節目 讓很多台灣人可以認識 你好 愛你 非常開心這次 你有這個機會參加這個比賽 那我相信你可以做得非常棒 希望你最好 祝你一招 我叫黃晶晶 我本身是緬甸華僑 三歲的時候就來台灣了 家人對我的文化教育也好 家鄉的記憶點也好 對我影響非常的深 大家對於東南亞料理 第一個印象就是泰式料理 所以在海選的時候 我特別做的那條酸魚 我知道料理的名稱叫做 緬甸黃醬酸魚 這個料理一個明明都沒飯 那我想藉由這個節目 讓大家好好好的認識 緬甸料理 嗨 我是陳之靖 我來自那個料理123 平常都會跟師傅對菜單啊 幫忙攝影的事情 我生長家庭比較特別 因為我阿公是東北人 我阿嬤是真的是 超Local那種閩南人 我媽又是客家人 我外婆也是客家人 所以我從小吃超多菜系長大 他們煮的就古早 但是現在這種傳統的那種古早味 太多人都忘記了 但是我覺得那個傳統 和文化的那個精神 應該是要被現在的人記得的 嗨 黃金晶、鄧惠文還有陳之靖 他們要做的指定料理是雞 看三位要怎麼樣把雞 做成不同的風味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要30分鐘 計時開始 好 開始計時了 現在呢 靠近我身邊J 我就要問一下 妳應該穿的是 緬甸的傳統服飾 緬甸 我做的料理是 印年麻沙拉雞 然後煮印度甩餅 麻沙拉翻譯就是綜合香料 好 那在東南亞那個麻沙拉 這個配方不可能一樣 今天我做的這個就是 我自己的配方 所以在任何一個場地 也吃不到這個味道 現在就先把肉醃 醃入味 對 因為其實燉煮類 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 時間 需要時間 這道料理大概總共放了 12種香料在裡面 其實光是這一個黃黃的 就有三種在裡面 真的啊 那金晶今天是會 真的甩餅給我們看嗎 妳會這樣嗎 真的有甩的 我怕一甩了 真的 開玩笑 開玩笑 這麼嚴重啊 妳現在有先生嗎 先生嗎 有啦 有先生 還沒結婚 還沒結婚 要結了 要結了喔 真的喔 這道菜如果過關了 就可以嫁了 恭喜妳 恭喜妳 謝謝 這位 嗨 妳應該就是傳說中的 祕魯太太吧 沒錯 我就是 選這一道料理 祕魯風味 五股雞腿拍 佐特之辣醬的原因是因為呢 它有非常多的辛香料 然後它的味道非常的特別 那再來是祕魯這個國家 產了各式各樣不一樣的辣椒 很多其實是台灣沒有的 那我希望說藉由這個節目 然後我做這道料理 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喔 原來祕魯的風味是這樣子 這個是辣椒嗎 它是辣椒 它是金黃辣椒 那其實祕魯當地的辣椒 他們叫做阿彼阿瑪利歐 它是非常大條 它其實是有點像甜椒 這樣子的大小 然後他們對當地的祕魯 另外用台灣可以取得的材料 去做代替 LuLu妳不要再打擾他 他的雞都還沒弄耶 對啊 妳的心 我好害怕喔 莫金莫荒莫害怕 妳確定 一切都很確定 我都常常煮給我老公吃 雞都有熟 我覺得今天的選手都比 那個老師們跟老神在在耶 妳手機也很強耶 你看他這樣 我都在打小孩 沒有 我呢 這個玩笑不能開 沒有 我就在愛小孩 愛小孩喔 那妳是哪裡的太太 蛤 我 我從來沒有藏過戀愛 NO 這個情緒先為不要入菜喔 真的 今天真的是都要來綜藝卡 綜藝卡 資進是在我們海雪當中呢 他有拿到金鍋鏟的選手喔 就出乎意料的竟然入選 就是覺得很像有點曬中 嚇死了啦 大家都好厲害喔 他就覺得自己到底是什麼 這個料理的名稱好像很可愛 叫做是什麼 愛的魔力轉圈圈 愛的魔力轉圈圈 想你想到心花如房 黑夜白天 你是大小巴比的粉絲嗎 對 真的 真的 我跟大巴比是好朋友 誰 大巴比 喔 對不起我據點 他算是偏客家 倡藝菜 我再把板條拿去炸 然後切開來它就變口袋冰 我裡面就塞一些 就是一些炒板條會有的料 我調三種醬 但是這三種醬是可以搭配 那個來吃的 因為我媽是 算半個客家人吧 我很喜歡吃客家料理 然後我發現 很少人會去 就是 宣揚這個客家料理 可是我覺得必須讓大家知道 放點感情 炒啦 我很感情啊 很情緒化 你看不出來嗎 你不要這樣子 你看前面那個 秘如太太帶著愛在炒 你帶著什麼在炒 恨吧 菜會變成很苦的味道 對啊 這樣不對啊 我明明就是戀愛的感覺 你現在整個人看起來 有戀愛的感覺嗎 戀愛是很苦的事情 戀愛 我們請那個愛獎 上來幫他們關切一下好不好 我好喜歡看他煮菜 我覺得真的很好玩 人家都是拿了什麼金鍋鏟 我是金可笑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吃了 吃進 我們好想吃哦 你吃好了 你的容器這個是 你要說明天上班的便當 真的是完全是在家煮飯的感覺 我們現在這個充滿愛的煮別 好不好 所以這個是醃好了差不多嗎 這個雞肉 是的 它待會兒就可以下去了 你用什麼醃 嗨 是我嗎 是 太認真了啦 阿伯 來來來 這個味道 是蜜魯常常會聞到的味道 蜜魯用非常多的洋香菜 然後再來就是孜然粉 對 然後還有就是用這個 匈牙利甜椒粉 帶出它的那個一點味道跟顏色 會有一種很wild的感覺 很wild 顏色真的很豐富 你看光是它的這個粉 就像你的心裡面一樣 想小聲一點我不是煮嗎 我實在是很怕我真的 我等一下就直接這樣用 我現在是熱油鍋喔 我開熱油鍋 那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我要打醬料 然後一邊打醬料之後 一邊煎雞腿 現在只剩下15分鐘囉 15分鐘期可以煮熟嗎 對啊 還沒有煮耶 好啦我來開火 不好意思讓大家緊張 我開火對不起 好 你趕快開火 你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雞高湯 雞高湯 對 那你現在開始燉了喔 對 哇 你這個 雞可能要花點時間煮 真的 給它力量讓它 準時收成 你要給它什麼力量 中間有愛了是不是 左邊有恨了是不是 對 我又愛又恨好了 我覺得這一組 好愛恨情仇的交割喔 我特別選用那個 澳洲馬鈴薯 它吃起來比較不會 比較Q 我覺得配這個咖哩 比較耐煮好吃 妳有最想吃誰的嗎 10號選手跟11號選手 可以猜得到 大概是怎樣的感覺 可是12號選手的菜 是完全 對 真的是 不知道是他會煮出來 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就是有一點小期待 12號在拍你了啦 要下鯉魚的這種感覺 你現在在炸什麼 半挑 露露你離他遠一點 我覺得他真的有點兇 因為他現在在炸東西 我有點害怕 我們為了保護愛獎 先回去做好了 好 我傻眼 好 怎麼了 我的鏟子這樣斷了 哇 你的鏟子斷了 你的金鏟子斷了 鏟子 開了囉 金鏟子斷了我的天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 你在幹嘛啊 第一位金鍋鏟選手 參加了七十幾個比賽 今天沒有任何的壓力對不對 有壓力很大 超大 今天要做的是改良版的 烏柳魚 貓妞機 你會這樣子中心何必是因為 爺爺是川菜師傅 這道菜是有相當多的層次 加油 加油 我很喜歡你的醬汁 超驚喜 這一組應該是目前我們最難選的 同意 你煮粄條耶 你粄條煮到鏟子斷了 我也不知道啊 他應該要吸個油吧 有點太髒了 對 應該又犯一個小時候吸油脂 之類的 他沒有黑啊 那個是香菇啦 你還有八分鐘 剩這樣喔 你還有八分鐘 你還有八分鐘 好 那我覺得 我們先不要 先不要什麼 聊天 好好好 等一下 我可以 我要跟你回事 我有一點緊張就是 第10號參賽者 Masala是會是乾的還是濕的 濕的 對 我是醬汁 它目前的 像是千層餅的感覺 可是它又不像餅 它帶Q型 OK 對 你想要試試醬料嗎 好啊 我可以試看看嗎 我直接吃喔 吃辣嗎 好辣喔 你真的有告訴我 怎麼那麼辣 你還大口吃 好辣喔 用辣椒會就是冒險度很高 因為你也不知道 我們能吃多辣對不對 然後如果沒有調理好 就會可以把你的味蕾 全部都炸掉你知道嗎 我把它改的Mild 對 那我夾一個汁看看哦 可以嗎 快吃啦 秘魯太太的秘方 還不會辣 還沒有加是不是 香料味 它的那個甩餅是自己用的 對,從筋麵粉加奶油 然後去揉的 然後醒面要三個小時以 對,算冷藏 所以這是你先做好 對 拿過來的 對 OK 千層的口感 其實是有 佐到醬料的話 它勾到那個醬的 汁會更多 所以我是覺得 這樣是絕配 但是更危險 因為如果做不成功 我們到時候會有話要講的吧 有壓力 可是也要完整的呈現 最正宗的味道 所以我願意賭一把 你這個是創意的客家料理 對啊 因為它其實只是嘴巴上 你看你這個 還是很有 很有內容的 加油 誰幫我拍手 人這麼好 韋鐘哥 韋鐘哥 你的八字夠重 韋鐘哥在幫你拍手 他平常不論幫別人拍手的 真的是謝謝 你拿著幹嘛 類似客家擂茶 可是我找不到擂波 只能用青木瓜那種 好 哈哈哈哈 我傻眼 我覺得等一下可能會有 泰式的味道 我覺得我們比較傻眼吧 好 你要什麼 沒有 沒關係 好 你可以去別的地方嗎 OK 謝謝 再度被趕走 最後六十秒囉 增加雞已經在裝盤 裝盤 趕快動 繼續努力 他手好抖 對 手都發抖 好緊張 三十秒 對啊 他完全就是做的東西 跟講出來的話 還有態度都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對 倒數十秒 八 七 六 五 三秒後 請離手哦 二 一 請離手 完成 謝謝三位美麗的女孩 幫我們製作關於雞的料理 你 我的菜名叫做 一面麻沙拉機佐甩餅 我煮這道菜原因就是因為 一來是我媽媽的好手藝傳承給我 二來就是 我融合了我自己的個性在裡面 很好吃耶 我自己很喜歡 謝謝 不知道評審老師喜不喜歡 這道菜是有相當多的層次 溫和的一種小辣度 但是也有甜度 然後是不是吃出來是 Kaffir lime leaves 檸檬葉是已打在香料裡面了 對 粉 所以雖然沒有酸度 但是有一種香氣是讓你吃的 不是很不會覺得膩的 我認為雞是完美的 很嫩 但是也沒有變成柴 很高的品牌 好開心哦 很多很多好的 謝謝老師 雅倫也是吃到點頭乳搗蒜 很特殊 就像他說的 不會吃到跟它一樣的味道 但是又可以把它平衡得很好 那一點點 那個我剛剛吃的餅 一點點裡面還沒有熟 但沒關係 因為外面的CRISPY是滿棒的 是是是 這道菜叫做 蜜乳風味雞腿排 做特製辣醬 在蜜乳當地 我們很喜歡吃烤肉類的東西 那其實我本來是要用尖盤 只是想說 鍋寶這個廚具也是不錯用 不用用到尖盤 你在家平底鍋 也可以好像烤肉一樣 第一次吃就是蜜乳的料理 然後很好吃 我第一次吃 然後這個醬料是怎麼配的 我都想學一下 真的哦 對 因為本身也喜歡吃辣 然後就是這個香料 這些東西非常棒 蜜乳太太擄獲 日本太太的心機 那那個Fred呢 蔥蘭醬汁 其實它的搭配真的算不錯 因為其實我們 就像剛剛講的 CRISPY其實是很重的 你要怎麼樣去讓它的香料 可以平衡 其實非常重要的 對 它用很多的辣椒 去堆疊出來 然後加上新鮮的洋蔥 就是也真的很像那種 中南美風 謝謝 也不錯耶 好感人哦 我可以先去哭嗎 沒關係 你可以在這邊哭 但我不知道 好話會不會到這邊就頂了 你們等一下 盡量講好話 因為下一位 他本身現在已經在生氣了 沒有 我馬上來了 我沒有 沒有 我們現在來試吃第三位 資進的作品 第一口會吃到雞腿 那雞腿我是用那個 鹹豬肉那種配方醃 但第一口就是要配雞醬 然後蔬菜我會配一個 俘乳白醬 就很像那一次來吃一個 白醬燉菜那種感覺 第三口就是剩下餅皮的話 我就配一個擂茶美乃滋 開始吃有點苦 可是它尾韻是甜的 那這樣整個串起來 就是一種煉奶的感覺 所以我才會叫 愛德摩利轉圈圈 原來是這樣子 有耶 用心良苦 我轉了一圈耶 覺得 真的嗎 我第一口 它說要照順序的那個橘子 荊棘優格 荊棘優格 對 超驚訝 因為看起來就是 這一組應該是目前 我們最難... 應該是最難選的 天啊 真的 要哭了啦 這一段我會錄就是 然後到最後 你說的那個雷茶 我是連醬 我都會繼續想要再吃的 要哭了啦 那邊還有剩藥嗎 沒關係... 傑森的表情 他眉頭一皺 澆一點冷水 好 沒有關係 為什麼你選了三個 不同的醬料 沒有做決定就是 選一樣 所以反正把它有一點搞砸了 我可能會比較... 對不起 你要在30分鐘內 做三個不同層次 差別很多 是非常難的 我覺得他厲害的地方 是在這邊 所以FRAG我會覺得 不可以 對 可是 可是我覺得 大家要知道 他把蔡 講得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 是 很有潛力的 對 哇 一個不知道為什麼來參加比賽 到最後會一路過關掌將喔 不可能啦 你要小心喔 請四位老師 思考一下 馬上就要給我們答案了 過去 想剛剛 還 investments 我們可以 用答案再 Bethany 就請亞倫給我們第一個 一個選擇 我可以最後嗎,拜託 你要最後 對... 你好了嗎,Jason 我選... 你有答案了 10號 10號 恭喜晶晶獲得一票 愛獎 我選11號 11號 我們的秘魯太太獲得一票 除佛 我選12號 12號 你們是不會故意的 現在更獲得一票 我看得出來嗎 所以你剛剛說到最後 你現在關鍵一票哦 騎虎難下 這句成語最好的展現 就在今天 雅倫,請問一下 三位都是做雞的料理 你的選擇會是給誰呢 11號 11號 恭喜秘魯太太 來,順利慶吉 好開心 好開心哦,來 這邊請,起來領你的廚師袍 那我們的金金跟資金也沒有關係 我們先進入待定區,好嗎 好,這邊請,謝謝 我慶吉了,超開心 我其實最想跟我爸講 當然已經上去了這樣 就沒料到說我有一天可以因為 參加這個節目 要讓大家看到 可能一個小女生 她也可以 在料理上面 有很不一樣的風味 讓大家感受到 所以我超開心的很感動 這樣子 很輕鬆耶 終於比完了 極醬加優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吃過 但它就是類似 我們一般吃的那種橘子優格 但是我沒有想到大家會 所以 怎樣 超驚訝的耶 超驚訝 你跟主婦偷我 謝神老師就是點評 她點評的內容是 我想呈現的方式 就是有那種心有靈性點通 很感動耶 其實我不太敢跟我媽講 因為我對我自己 失望不是說我對於這個 料理上面表現不好 而是我想成為她的驕傲 下一組選手們都很厲害 在海選當中 他們都是有獲得 經過產的選手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是誰 非常歡迎聽見所有的選手 你們來看一下我們 料理就用的海選 這個人當中 他只會選出一位 性質的選手 我們帶他過關機 大家好 我是林勝志 我來自花蓮 今年25歲 我的料理擅長是 中西市的蔬食料理 因為我喜歡挑戰自己 所以絕對不會放過 沒一次的機會 我在大學的四年呢 其實利用了三年的時間 來比賽 國內的國際的都比過 比賽是精進處於最快的方式 我是阮紹龍 大學的期間 其實參加了滿多的那種 國際競賽 因為每一次比賽幾乎都 越來越上映 越來越喜歡那種感覺 那也是藉由每一次的比賽 在不同的國家 取取不同的地方 料理或是它的文化 之後把它融入到自己的菜肴裡面 我覺得這還是一場比賽最重要的東西 我叫洪世元 我來自屏東 我擅長用野菜做料理 這個料理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探索的過程 我沒有真正的拿手菜 因為我的料理都是 五指金的一支探索 洪世元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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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選手是我們25號的 展昭榮 恭喜你 歡迎三位參賽選手請出場 有24歲的盛智 還有紹榮 還有我們的士緣 三位都就定位置了 今天的指定食材 放在他們面前的是 與倒數30分鐘 計時開始 我們先從最左手邊這一位 士緣開始 料理的行動百科 對 為什麼會這樣稱呼 因為我對各種料理知識的研究 其實是對吃這件事情 非常有熱情的 而且因為我旅遊很多個國家 到每一個地方 其實我都盡量維持一個 一天吃六餐的 對 大家都知道神農常百草嘛 然後它是士緣常百草 至少沒有毒的 我就願意吃吃看 那你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我今天要做的是一個 薄荷椰酸魚 給你烙風味 給你烙是那個 那是哪裡 菲律賓的醃酸魚 它是生醃的方式 但我今天會改變用一些 用熟的 因為這個衛生的關係 那你今天有嘗試著 就是搭配你自己 嘗出來的白草 對 我試過了刺蔥 然後小葉碎米劑 然後最後我選了野薄荷 這個是野薄荷 這是野生的 它其實是越南薄荷的種 野薄荷跟一般的薄荷種不一樣 薄荷很吃水 所以當它比較乾的時候 它香氣會很濃郁 像夏天的時候 你稍微一摸它 它味道就會砰跑出來 讓你慢慢做 好 謝謝你 好客氣喔 笑容 你在切什麼 絲目魚肚裡面 包入了這個芹菜 馬蹄 還有絲目魚漿 蘇喜喔 很像 今天要做的是一道 改良版的這個 烏柳魚 對 烏柳魚是台灣的 傳統百大老菜之一 這道菜的特色是 它會走一個酸甜的風格 那傳統的話 是用絲目魚 把它去做一個清蒸之後 然後搭配五種柳 再配上一個酸甜的醬汁為主 那我希望可以透過這次的料理 這次的比賽 讓大家重新去認識這一道菜 今天的話我會用 蒜苗 薑 木耳 然後青森菇跟甜菜來搭配 對 傳統的話是用五蚊醋 那我今天的話會用三種醋 用正醬醋 烏醋 跟我們的BASAMIKO醋 聽說你會這樣子中西合併 是因為家裡本來餐廳嗎 過去的話爺爺是川菜師傅 對 那叔叔也是川菜師傅 可是中西合併這個就會有一個 也算是有一點冒險對不對 也許是成功 也許是破人家的想法 但是也許就失敗 就真的是很失敗 第一位經波產選手 甚至他甚至參加了七十幾個比賽 然後都有得獎 你平常都會喜歡參加比賽 對 我大學的時候就很常去比賽 因為不喜歡讀書嘛 今天沒有任何的壓力對不對 有壓力很大 超大 對 也許是比賽上癮了這種感覺 對 就是喜歡挑戰自己 煮飯的感覺 看起來是非常的開心 很享受的感覺 對 他都沒有在怕 我還沒有問你 你要做什麼耶 我今天要做一個香煎鱸魚 然後蒜香奶油醬 我今天學用的是鱸魚塊 因為它的肉質鮮細 再搭配我的小心機 特調的南瓜泥 還有蒜香奶油醬 就是一個濃郁的味道中 可以吃出魚肉的鮮甜 現在時間來到了十八分鐘 那你的醋是 我這個醋是一般的醋 因為在菲律賓那邊會用椰子醋 所以它會有一種椰子的香味 所以我今天另外用了椰漿 剛剛看到一個比較特殊的 酸熟成的做法 酸熟成其實它就是用酸跟蛋白質 產生化學變化 它主要的就是要讓它的熟度跟軟度 因為如果它燙乾 太久然後加上酸反而會很殘 我覺得魚這個題目 對我來講是很好的題目 因為我本人就是很愛吃海鮮類的東西 我知道 三味都做的方法是相當不一樣的 對 所以很期待 可以請你上來幫我們看一下嗎 我先來煮這個蒜香奶油白醬 你這個做法是為什麼有這種靈感要做這個嗎 因為這道菜是我第一次去比賽 老師教我的西餐的第一道 但是老師現在不在了 所以我想說做這道菜來懷念它 OK 很棒 我覺得很重要就是吃東西的時候 可以讓你想到 你是那時候跟誰吃的 或是誰做給你吃的 你看它這個已經有先抓煙了對不對 對 皮是有保留在上面 有的 OK 所以這個做法是比較西方式的 因為煎的時候應該是在皮上扁了 一直煎煎煎慢慢 然後可能70%熟了 再趕快翻過很快 然後是肉面對面就是很輕輕的 稍微把它煮熟了 OK 好運氣 聽起來很不錯 中西何必料理的 OK 刀工已經看得就是很清楚是很細 你會覺得哪一個步驟會有危險性 我擔心雨 可是我一直在注意時間 我怕它會 達不到我想要的熟度這樣子 現在是倒數13分鐘 這是金針菇對不對 所以金針菇就是要真的是炸透一點 否則很快就變成軟的 對 炸東西真的是很有技巧的 就是油溫如果不對真的會影響到 就不對了 期待到味道然後everything拼在一起 是不是都很合 OK 繼續吧 很Global的 這一位 這一位 你可以聞到這些香氣都已經是酸的東西 我已經講過我本人很喜歡吃 所以這位用三種不同的醋 我也很期待 Kini Lao這個做法 菲律賓的 就是完全是靠這種酸的香料 然後混在一起 這個我覺得東南亞菜就有很大的特色就是 它明明都還沒有下鍋炒 它只是這樣子乾拌 就開始味道了 口水會開始流出來 它的刀工 你最怕的是會出什麼問題嗎 很怕切到手 等一下我會做一個 很快 脆餅 對 因為只要火爐 還有那些溫度不對的時候 脆餅就很難撐清 我想問一下 你這邊有個文蛋 你是要搖泳嗎 對 菲律賓的Kini Lao裡面 它會加一種小酸集 我的東西我想要把它加進台灣的風土 所以在這個季節 就是文蛋的季節 我想把它加在裡面 雖然我們是烹飪比賽 對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也是要提到 就是當季的食材 它的味道是最好 謝謝Jason 謝謝 時間來到了9分25秒 你的魚還在這裡耶 等大概八分鐘開始煎 煎完之後 等一下吃的時候就會酥脆 那你目前現在做好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南瓜醬 然後還有這個蒜香奶油醬 我用一個這個鐵板 去讓它回溫 還有蘆筍 為什麼是白的蘆筍啊 因為它現在台灣 有在種這個白蘆筍 我想說用這個當季的食材 來做一個運用 你剛剛才剛講到而已 你為什麼做出了這個 這是我的脆餅 它的脆餅你們有看到嗎 它的脆餅是這個耶 一個套子 這是我自己去焊接的東西 這靈感是馬來西亞的小金杯 可是我覺得說 這個小金杯一次燙一個 有點時間尚不合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四連 你還會把它焊接起來 對 它下魚囉 剩五分鐘喔 通常在餐廳裡頭 他們會用個鏟子 或什麼稍微按住 為什麼 因為皮一下到熱鍋裡頭去 它的皮馬上就縮了 所以你要把它按平 這樣子魚皮就會變脆了 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的醬汁 用白蘆筍跟烏醋 還有蒸醬醋去調的醬 三個醬 對,然後有加一點肉粿 跟一點蜂蜜在裡面 去調和它的酸跟甜這樣子 這個很期待耶 把握好時間囉 就 最後兩分鐘 他在幫魚脫衣服了 倒數六十秒 我們中間這邊正在炙燒 然後我們第一桌正在最後大火 快煎 四十五秒 要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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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三十秒 加油 最後十五秒 倒數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請停手 這道料理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學習到的第一道西餐料理 然後也是我出國比賽的 第一道海鮮料理 你在最後三分鐘你還在煎魚 在你計畫之中 因為我想說讓這個魚皮是脆的 然後魚肉是鮮嫩的 到目前為止我有吃到 你想要做的 嗯 好好吃哦 有達到你那個魚皮的脆度 嗯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 黃色的醬汁 我用南瓜 然後還有紅蘿蔔 這樣炒的這個南瓜醬 它會比較鮮 鮮鯉 然後裡面有加了一些這個百里香 還有一點迷迭香 因為雖然聽起來這些食材 都是偏濃郁的 但是你卻把它調了一個非常清爽的口感 讓你在吃魚跟配牠的時候是 可以拉開那個層次感的 可是Jason剛剛在吃的時候 你表情一直沒有很好耶 你發生了什麼事 我有一個問題 嗯 魚刺 這種西方式的做法 of the fish fillet 一定是不能有刺在裡頭 這一定是破壞它的這種概念 and 皮 是有一點脆度 但是 我的這一塊 哇 不會那麼快就變軟了 這個是還差一點 配的 sauce delicious but 我們主要的主題還是魚 我們來吃下下面一位選手的 很中西合併 三個醋放在一起的 滿甜的耶 對 因為南部口味嘛 很義式的料理 然後可是吃到南部口味 對 那尤其的話 我今天用的是魚肚 那魚肚部分還有非常多的這個油脂 那剛好配一個這個酸甜的這個 sauce 稍微解一下這個油脂的膩感這樣 我要喜歡你裡面這個魚漿 然後配這個 雅倫是不是也喜歡 我很喜歡你的醬汁 超級棒的 但是 你為了去這個 絲目魚肚的油 你加了一個更油的 因為油溫不夠炸的金針菇 所以讓口感都是油味 我吃這一道菜有一點小失望 因為我覺得 它的概念是很有創意力 而且是摻了一些比較 Fusion這種 讚 但是 魚裡頭的 肚子的這個部分的油 對我來講 太油了 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對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大家喝個水 我們再來吃第三道料理 然後 其實本來是菲律賓的一個 醃生魚的食物 然後我把它用這個風味 然後把它改變成熟的魚 外面我會炸一個小金杯 是娘惹式的食物 這個口感比較軟一點 然後往小金杯增加脆的口感 然後娘惹文化其實也是一個移民文化 所以我希望說 在這個裡面帶進一些移民的概念這樣子 所有的配料加進去 把它加進去 對 然後你就當一口的小點 好清爽喔 其實我以前會怕椰奶耶 但是這樣很好吃耶 我覺得Jason會很喜歡耶 對不對 這是什麼曖昧的笑容 我覺得味道是很新鮮 但是我會覺得 稍微缺離一點鮮味 你說魚的鮮味嗎 或是海鮮類的這種鮮味 因為其實酸熟成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在那個魚的處理 跟魚種的選擇很重要 一燙過之後 你又泡長時間泡水 所以它的味道變成 很明顯的被洋蔥跟酸 擦掉了 真的喔 所以就像Jason講的 它的甜度不見 在裡面 那邊有答案了嗎 有了 好 愛獎 請告訴我們 你的選擇是誰 我選13號 13號 恭喜獲得第一票 雅倫請問你的選擇 你要在最後一個投嗎 不要 好 那你先投 14號 中間的這位選手 恭喜獲得一票 好,FREED 我選14號 14號 目前有兩票 恭喜 Jason 因為三位他們控制脂肪 這個人數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是選第13號 13號 恭喜 13號跟14號兩位選手 都各獲得了兩票 所以是我確定晉級 這邊請 可以拿到我們的處事袍 我們的數號選手 也謝謝你喔 我晉級了 Yeah 剛才很緊張 因為一開始是我先得一票 後來是少榮得兩票 所以後面我覺得最後一票 真的很關鍵 也謝謝老師給我這次機會 在餐飲這條路上呢 其實我的家人 給我很大的資助 謝謝一開始我外婆 教我很多的料理 才會有現在的我 謝謝你們 少榮 我們一起晉級12強 阿嬤 我中獎了 其實不知道算是好事還是壞事 這兩天彩排跟露營 就其實覺得還滿累的 應該是星空奶奶搶一聲吧 對 星空奶奶辛苦一輩子 我覺得還是回去當面 跟她講一個好一點 星空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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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吃起來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點意外 但是意外的東西 才讓你們想像不到 一定要拿出真功夫 給大家來看 可以講究 何必講究呢 可以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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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所有的元素搭在上頭是完蛋 可以不選嗎 不行 要輪又欣還是艾蔣先 不好意思啊 我選擇29號 好 好 你們故意 艾蔣 你的選擇 好 是哪一位 如果真的答不出來 就說跳過去好了 好 幾秒內 5秒 3秒 你就跟我說一定要打 因為你每題都答得很順啊 不要計較這種事情 這是做專模作樣還是真的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真的是我在收嗎 因為你啊 我們要慎重一點 來那個 你講話看著搞 然後就跟我講 超不神奇的 好來 你最喜歡吃的食物 漢堡 肉 好 貝殼類的東西 對 拿走的好菜是什麼 啊 揚出豆腐 炸豆腐 甜點 冰淇淋 牛排 給自己的廚藝打幾分 220分 那給 對啊 傑森打幾分 200 因為講220有點太做作了 75分 那給Bray的幾分 哇 昨天有拍牛排 所以 99分 滿分是100分 9點3 那你覺得Bray的幾分 9點2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也許有看到過比較多東西 然後也有吃到過比較多東西 到時候我們PK看吧 到時候 哈哈哈哈 最討厭吃的食物 熱狗 蛇 嗯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給自己的好吃指數 給幾分 1到10分 大概6分 那 好色指數 off chart 哈哈哈哈 大概10再乘以3吧 30 超好色的 十色性也沒有聽過 有 Fred跟Jason同時落水 同時掉入海裡 你會救誰 當然是Jason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因為Fred應該會浮上來自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把招握到嗎 哈哈哈哈 如果福原愛跟LuLu同時掉到海裡 你會救誰 兩個如果都不會游泳 兩個都要救 這會放在哪裡 這會放在寄給他們看 哈哈哈哈 那我們可以錄兩個版本 好 LuLu 福原愛 哈哈 用三個形容詞形容自己 活潑 有創意 還有 有藝術 色色色色 多一個 比色色色還色 給自己的顏值打幾分嗎 分100的話 哈哈哈哈 100 那給Jason打幾分 100 85分 那給Ray得幾分 84分 有化妝的話是70分 沒化妝30分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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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分 90分 最喜歡自己身體哪個部位 腳趾頭 不能撥 哈哈哈哈哈哈 很煩嗎 欸不能滿意是不是 嘴巴 最不喜歡身體哪個部位 嘴巴 最不喜歡雙下巴 頭髮 為什麼 他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老公帶你去吃什麼 吃什麼 西班牙菜 第一次約會不是帶老婆 你是說什麼 跟老婆 喔跟老婆喔 哈哈哈哈 我已經色色色色色了 我第一次約會還是跟老婆 真的怎麼色色色色 喔 夭壽 一間餐廳他點龍蝦 老婆奧給他了 老婆奧給他了 老婆奧給他沒關係 我那時候想說 你媽第一次約會給我點龍蝦 最喜歡老公做的料理 嗯 糖醋排骨 用一句話形容 欸他煮得很好喝耶 用一句話形容你的老婆 好想被X 哈哈哈哈哈哈 不能剝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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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我是是是是是 啊 喔 天真無邪 呃 天真無邪 拼出美味 delicious 的英文單字 我給我受 D-E-L-I-C 唉唷 我忘了不會 欸 Jason delicious 我拼 How do you spell delicious what delicious D A B 小C 下一題謝謝 Delicious D-E-L-I-C-I-O-U-S Delicious 三明治的英文單字 喔 三明治 3 light 他不想理你 他就是照片不想 他沒有想理你 3 light war 哈哈哈哈 多 performance P突三明治的英文人 T-H-R-E-E-L-I-C-H-M-O-4 三明治 SANDWITCH SANDWITCH SANDWICH i-CH-CH TH-T-H- paanewi-이�-H sandw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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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 nić 那時候Hicky bubbling 榴槤的英文單字 你聽什麼的聲音 他說到我也不想哩啦 榴槤的英文單字 榴槤Durian D-U-R-I-A-N Durian 肚臍 B-E-L-L-Y-B-U-T-T-O-N 最近一個月最開心的事情 老公帶我去遼寧夜市了 記得今天身上帶多少錢嗎 好像快兩百還是三百 應該沒有五百 五百那個顏色的 也沒有藍色的 應該只有粉紅色 所以兩三百我記得 豆腐是用哪個豆類做成的 大豆 黃豆 螞蟻上述螞蟻是什麼 肉末 螞蟻是碎肉 絞肉 豬肉 楊貴妃最愛吃什麼 荔枝 荔枝 然後還有什麼學習哦 哇 好 每一盒有九顆 十二盒有幾顆 嗯 三十八顆 六加 哈哈哈哈 十二乘九嗎不是 對啊 二九十八 然後二乘一加一三十 八顆 哎 不是 好加油 六加 三百一十八顆 我數學真的很爛 九乘十二 A lot 草莓一盒九顆十二有 一百零八 十三的二次方 嗯 二十六 I don't know 一百一百七十幾吧 哈哈哈哈 十三的二次方 十三十三 三十九 一六九 猜拳的時候你出布 我出剪刀 猜拳的時候啊 你出布 我出剪刀 兩個人一共有幾根手指頭 布 跟剪刀七 七個手指頭 七個 二十根 為什麼 七個 你出布 我出剪刀 兩個人有幾根手指頭 哦 是騙人的問題 真的 沒辦法不是母語 他比較不單純 他比較不單純 蠻複雜的他這個人 哈哈哈哈 三 兩根 總共有二十根 結束 謝謝 謝謝 你沒有上當 廢話 誰那麼醜 我在跟他講我 兩根做 你需要這麼貼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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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成為料理之王 首先 公欲善其事 遇先利其器 所以衣服先穿好 帽子戴好 好 差不多了 這是我們的茶香肉絲蛋炒飯 用的原料呢 是我們木炸的鐵冠音 豬呢 是保證不含瘦肉精的台灣豬 試試看看 開動囉 好 市長 你自己第一次下廚 來評分一下你的手藝如何 我看看 我看看 沒有比佩琪的差 蛤 那個打包帶回去 這個 一定要讓佩琪知道 我第一次煮的東西有沒有 你 是 我 你 感谢观看